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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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心脏气血不足时 会有什么影响 也就会出现一些胸闷 胸憋 有的还有点疼 秋天已到 从自然界到人体 都开始慢慢出现干燥的现象 那么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传统医学著作《皇帝内经》 又会从哪些方面 为我们揭示人与自然的神秘关系呢 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 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世界 为您精彩解读《皇帝内经》第三部第九集 干燥的秘密 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两集呢 我们讲了什么是燥 也就是燥是什么 我们提出来了燥是干 也就是干呀 它就属于燥 而因此这干的原因 都有什么呢 我们说水分缺乏了 你比如天不下雨 或者说呢我们人体的一些经验呀 由于某些情况流失了 可以产生干燥 另外呢 如果是太热 你看吧 烈日炎炎 可能蒸发水分 导致了水分流失 也产生干燥 我们人体也一样啊 如果是高热 太过或身体有内热 也可以煎熬经验 导致了干燥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谈了一点 也就是说 人呢一进入秋季以后 可能导致了一个什么症状呢 那就说口罩 眼干 皮肤呢也不光滑了 也不湿润了 这就是燥 也就是说油秋 可以导致什么呀 燥 因此皇帝内经就提出来了 说这个秋气呀是什么呢 是燥气 也就是说秋天之气 很容易使人产生干燥 因此它就根据这个干燥的这个现象 把秋天的主气就命名为什么呀 命名为秋气了 那么秋气怎么就导致干燥了呢 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说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 秋气煮收 收可以产生什么呀 干燥 说到这儿呢 我也想起来呀 小时候啊 我有一个朋友 他们家呢有一小院 这小院呢 有一个葡萄 这个葡萄啊 长得非常的茂盛 尤其一到夏天 遮天蔽日的 尤其呢 它那葡萄架呢 有些枝叶还下垂 这样呢导致呢 人走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什么呀 碰人的脸 碰人的脑袋 这一年呢 也就是开春以后 他们就修剪修剪这个枝叶 防止它垂下来 结果剪过以后 发现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呀 从这个被剪的那个枝叶这儿啊 开始有些渗水 渗这种枝叶 过一两天呢 他还渗 说怎么指 他也指不住 不知什么原因 这个时候呢 他们去找了一个 搞这种苗圃的这样的人 我们也成为是专家了吧 找人家就问 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以前可能好像没发生过 这类事情呢 于是乎 这位专家就跟他解释了 说这种情况啊 称作伤流 这什么意思呀 说一到这个开春的时候啊 树的这种枝叶 就从它的树根 向树枝怎么样 去布散 这个时候你要剪断了它 那么这些枝叶呢 就可能要从这个 你剪的这个伤口这儿 流出来 所以称作伤流 那么这种情况呢 一般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春天 说你秋天的时候啊 可能就没有这种情况了 因为秋天是什么时候呢 秋天是收的季节 是那些枝叶呀 都从你外表的这些什么呀 树枝啊 树叶呀 往根部去流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去修剪这个枝叶 它就不会出现伤流的 这么一种情况 说到这儿 恐怕大家就明白了 哎 你看看 树的外表的 树枝啊 树叶呀 它所需要的这些金叶 枝叶 都是从哪来的呢 都是从树根这儿 发散出来的 而什么时候发散呢 以春天为主 而这个秋天呢 就不产生这种情况了 所以修枝简叶 他就建议 应该在什么时候呢 应该在 晤秋以后 或者是呢 早春时节 这个时候 再简叶 再修枝 就比较好了 所以在《黄帝内经》当中 也一再强调 说到春气之应 应该是什么呀 养生之道 秋气之应 你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是养收之道 这里的春天 应什么呀 养生 这个生 就是生长 卖散 而秋天呢 它的应又是应什么呢 应收 收就是回收 怎么样 内敛 所以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记住 你看啊 春天和秋天 气温虽然差不离 都是乍寒乍暖嘛 但是呢 它这个收和生发 确实不一样的 这是天地之气的 这么一个规律 我说的是自然界的情况 那么就是我们人体来讲 春天呀 秋天呀 它这个收和生发 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呢 《黄帝内经》当中 已经说了 说我们人跟天呀 跟地呀 这是一体的 这是一个整体 而且呢 人呢 跟天地 又是同一个道理的 应天地的 自然的规律 说到这儿 我实际上要谈 这么一个问题 你看啊 到了这个春天 尤其春夏时候 我们有时候容易出汗 而你到了秋冬呢 你还容易出汗吗 就不太容易出汗了 尤其在春夏时节 我们说我们稍微运动 有人就怎么样呢 脸上也出汗 身上也出汗 而到了秋冬呢 你稍微的运动一下 可能就没那么多汗 而且呢 现象就出来了 说春夏的时候啊 人就多汗 秋冬的时候呢 人汗不多了 什么却多了呢 小便却多了 所以《黄金内经》当中 也有这样的语言 天寒衣补则为尿语气 这个字在这里念尿 实际上就是我们小便的意思 这气呢就是什么呀 就是水气 也就是说 由于天气寒冷 或者是我们穿的怎么样 少了 身体比较凉了 这个时候呢 气就要内收 经液就往下走 所以经液也好 水气也好 就从下窍排出 而天热衣后 作为汗 天气炎热了 或者是我们衣服穿的比较多了 阳气就要外发 就要宣散 就形成了我们的汗液 这是说的什么呀 实际上是说的 气带动了我们的经液 由于气收 经液也随着内收 由于气向外不散 经液也随着不散 因为《黄金内经》认为啊 这个气啊 在我们身体是活动着的 运动着的 可以打表 可以到哪啊 可以道理 它可以带动我们的经液 而且还可以带动我们的血液 所以中医有这样的说法 叫做气为血之帅 春生 夏长 秋收 冬藏 皇帝内经最重要的养生观 就是天人相应 根据这一规律 中医一般会通过耗脉 来诊断人的疾病 那么随着季节的变化 人的脉象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刚才我说的是什么呀 是气带动了经液 你再看看气能不能带动我们的血液呀 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浩脉大家都知道 中医讲的这个 一看病呢 先靠好病人的脉象 这个脉象啊 跟这个自然界呀 它也有一定的什么呀 印象的这么一种规律 所以在皇帝内经当中 就有这样的语言 叫做四遍之洞 脉语之上下 以春应重归 夏应重聚 秋应重横 冬应重泉 这是什么意思呀 四遍之洞 这就是指的四季 春夏秋冬 它的变化呀 脉语之上下 说人体这个脉象啊 它就怎么样呢 随着四季的变化 它就有上下浮沉的变化 其中呢 春怎么样呢 硬重归 归是指什么呀 归就是指我们的原归呀 春天呢 气向外生发 带动我们的血液 也到达我们的体表 所以你摸这脉象啊 它是一种什么呀 圆活而动 是这么一种脉象 因此在皇帝内经 也有具体这样的表述 它叫做什么呢 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 也就是说 春天的脉象啊 是一种浮脉 就好像鱼呀 在水波当中游行 你看啊 它既不在水底 又没有露出水面 偏于上浮 是这么一种景象 跟皇帝内经当中 我们刚才所说的 春应重归 是一致的 而到夏天就有变了 夏应重什么呀 重锯 锯是什么呀 锯是为方之气 我们要造一个方的东西 造方的这个工具 你看那个方形什么呀 是有棱有角的 再比喻什么呀 我们一摸这个脉象啊 脉象应手非常明显 所以皇帝内经又把夏天的脉象 称作什么呀 称作勾脉 这个勾脉就是这勾嘛 所以你摸起来 这勾端怎么样呢 是比较充实的 而且是比较硬的 因此皇帝内经把夏天的脉象 又称作什么呀 说夏日在府 饭饭户 万物有余呀 也就是说手一搭上这个脉 我们的寸口脉呀 马上就能触及到这个脉了 饭饭户 万物有余 好像哪儿都是脉了 这是什么原因呀 这就是由于夏天的阳气 太网上了 把气血都带到哪儿 全都带到表面上了 它比春天的脉 要更加的服 更加的有力 而到秋天就有变化了 秋天的称作什么呀 秋应重横 还有一个冬天什么呀 东应重拳 这里的横和拳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我们所用的这种秤 其实呢 以前都用的这个什么呀 秤 有一个秤盘 有一秤盘 有一个秤妥 说买点东西呀 把这个怎么样 东西往秤盘的一个 拨拨这个秤妥 你就可以知道 它是几斤几两 这个秤盘就称为什么呀 横 你看看这秤盘是不能够太翘 也不能够太低 应该什么呀 应该是相对而言比较平的 所以这里也就说出来 是秋天的脉象啊 偏于这种平 所以皇帝内经又一再强调 秋天的脉象是秋日下腐 又如什么呢 折虫将去 秋日下腐 也是秋天的脉象是怎么样 从我们的皮肤当中往下走了 就好像折虫要有了 那折虫指的什么呀 冬天月冬的那种虫 折虫是一到冬天就挖一个洞 怎么样 在里边藏起来了 也就是说折虫将要藏的 那么一种景象 所以你理解啊 他这脉象是什么呀 是从表逐渐趋向于理 而到冬天就变了 冬天就是什么呀 冬应中全了 全就是什么呀 就是刚才我说那秤多 他比较沉呀 他就在里嘛 所以皇帝内经当中又讲 说冬天呀就是怎么样了呢 冬日就在谷 折虫周密 君子俱使 你说冬天人的这个脉象啊 你得怎么样 得尘才能取到 也就是手啊 得用劲脉象才能够显现出来 所以他叫冬日在谷 就好像什么呀 就好像这个折虫 越冬的这个虫子呀 已经在洞里头藏好了 又好像什么呀 又好像君子 君子就是懂得养生的呀 懂得养生的人 在冬天怎么样 不怎么出去了 不怎么运动了 也就是说他不外露了 所以又好像是君子 君子 你看啊 我刚才所讲的 春夏秋冬的脉象 随着自然界的这个气 它的运动 而有它的一些变化 实际上 这是气带动了血 出现了这种情况 尤其在秋天 表现出来一个收的 这么一种情况 实际上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 你看那春夏的时候呀 人的这个脸呀 都怎么样呢 也是红扑扑的有点 而到秋冬以后呢 人家脸就怎么样呢 偏一种黄色 或者是一种什么呀 偏白色 雪色 就不是那么特别明显了 实际上这也是 春天阳气外发 秋冬阳气内收的 这么一种表现 秋天主收 不论是我们的经验 还是气血 都会随着收的这个总趋势 而逐渐内收起来 那么秋天的这个收 还会对我们人体的哪些脏腑 造成影响呢 我们又应该如何规避与防治 对健康的不利影响 实际上我们说的秋天 它的主气是谁呀 是灶气 根据什么来的呢 根据秋天气主收 经验收炼 所以出现了灶 那么秋天这个收 除了影响我们的经验 导致了干燥 这个收还影响没影响别的呢 我们说对人体是有很大影响的 首先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谁呀 肺 这是皇帝内经的观点呀 因为内经当中已经谈了 叫做肺主秋 又谈过说什么呀 肺呀是气质本 跟谁相同啊 跟秋天相同 实际上我想啊 这里我们首先要说 那么两点观点 一个观点就是肺跟秋相应 所以在秋天 我们要养护好我们的肺 皇帝内经认为 四季每一季都有一个 所主的脏腑 而秋天所主的脏腑 就是谁呀 就是肺 相当于什么呀 在秋季呀 整个秋天呀 我们人体谁是 是轮值助席呀 肺是轮值助席 因此秋天如果邪气旺盛了 首先就侵犯到谁呀 首先就侵犯到肺 所以秋天肺的疾病产生的就多 因此在秋天 我们要很好的养护费 免得疾病 另外一个 也就是说 你秋天怎么样养护好你的肺 你就要顺应秋天这种收的趋势 这种收的趋势是要干嘛呢 是要储备能量 因为你把这些东西把阳气呀 把精液都给收起来 储备能量 为了什么呢 为了你这个冬天做准备的 所以黄帝内经一再强调这么一个观点 说呀 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 一支则伤费 冬为什么呀 孙性 原因是什么呀 凤藏少 也就是说 如果秋天你养收不力的话 储备就少了 可能到冬天了 就会发生一些气虚 阳虚这样的病变 可能就会产生什么呀 孙性 孙性就是顽骨不化的血腺 原因是什么 是凤藏者少 凤就是供凤啊 供凤谁呀 供凤冬天 阳气气内藏的这个冬天 少了 所以我们说 我们的秋天 要更加的养护好 我们气的收 而这气的收 主要是指谁 主要指废气收 所以我们就说了 说的这个废气呀 到秋天 应该应秋之气 要收 收要收炼 收藏 保证我们气的怎么样 壮大 那有人说 这个气的壮大不壮大 你怎么能衡量呢 有的人认为 很简单 你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的 说有人吹这个气球 有人拿这个气球 一口气就能吹一大气球 有的人拿这个气子 拿这气球怎么样呢 你吹好几口气 这个气球才能够吹大 这实际上说什么呀 人的废活量的大小 说废活量大的 废气就偏于充足 废活量小的怎么样 废气就不太充足 所以你看有些人上几层楼 都不用几层楼 有的爬一两层楼 就气喘吹吹 有的人人家爬四五层楼 人家怎么样 面不改色 心不跳 气吹有吗 气喘有吗 也没有 还有的人稍微盖一点活 怎么样呢 就气喘吹吹了 这都是废气不足的 这些状况 每一个脏腹 实际上他都有一种什么呀 生啊 降啊 都有这样的功能 你说废 废以收为主 但是废有没有生发呀 他也有生发 但是总体来讲 他是什么呀 以收降为主的 如果废收太过 说明什么呀 他那个宣发出现问题 必塞了 这就属于一种收太过了 去年呢 我有这么一个病人 到这儿来找我 这是一个什么呀 这是一个小伙子 小伙子呢 入秋以后啊 由于家里也发生一些事 丈母娘又病了 她就来回去照顾她吧 比较忙 比较劳累 容易也出一些汗了 结果汗一出呢 又有点热 这样呢 就爱脱衣服 着了一点凉 实际上是受了什么呀 受了秋天的这些风痰之气 风痰之气呢 侵袭以后呢 出现了一些什么症状呢 发高烧 发高烧 又没有什么汗 随着就出现了一个症状 咳嗽 而且这一咳嗽啊 就是一种什么呀 黄痰 浓痰 而这咳嗽比较厉害 痰比较怎么样 比较多 这一点呢 《黄帝内经》也有这样的表述 咳出青黄痰 其壮如浓 大如弹丸 从口中若 鼻中出 是什么意思呀 也就是说 咳出那种黄浓痰 大如弹丸嘛 有的时候从嘴里就 吐出来了 有的就从鼻子就出来了 你说黄浓痰 也是比较多么的 就是这么一个病人 高烧烧了几天 都是39度左右 而且你一看这舌胎呀 舌脂倒是比较淡 但是舌胎怎么样呢 比较黄浓 是这么一种病人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肺的宣发 被外邪避塞以后 肺的宣发怎么样 不理了 收就太过了 收一太过就什么呀 就淤了 于耳化热 于是乎成了一个肺的一个实证 这就不是徐征了 这一点皇帝内经也有一个表述 他称作什么呀 他称作 气海有余者 这人怎么样呢 气满胸中 满膝 便吃 也就是说 当气海有余 当是实证的时候 我们的胸中呢 满闷不舒 满膝面吃 这个满是烦闷的意思 有心烦 有胸 还有什么呀 膝 膝就是喘膝 喘膝 咳嗽 这人还怎么呀 还有点面吃 面吃 发烧 所导致的了 那对于肺气的这种实证 肺瘀的 肺收太过的这种瘀症 怎么去治疗呢 《黄帝内经》当中就提到了 叫做什么 叫做金玉谢之 谢之 谢是什么意思 张建斌就讲了 谢是殊励 也就是说 把它打开了 而且说呢 什么叫金玉之兵啊 凡是这种 违炼 违炼 炼就是收炼呀 祸宰力 它怎么样 必塞了 实际上都称为是金玉 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我们应该 或者是发散它 或者是怎么样呢 下牌它 也就是说 为上为下 为表为理 都可以输谢它 这是谢的含义 也就是说 谢可以理解为开谢 百家讲团的微信平台上 有一名叫做空空如也的网友问 秋天要如何养肺 饮食方面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是要注意 是不是应该多补水啊 补水了 可能今夜才能怎么样呢 才能多一些 另外一个呢 是不是应该多吃一些水果啊 有些人认为呢 这个水果呢 还尽量吃一些白色的水果 因为白是入肺嘛 所以可以有补肺的作用 秋天跟肺 是一个直接的一个脏腑配偿的关系 另外呢 除了这个呢 是不是我们还应该注意我们的心情 因为呢 秋天到了很多人容易怎么样 容易伤悲 所以我们都把秋天称为秋悲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记秋悲 记悲伤 多看一些喜剧的这些东西 那么另一个饮食要注意呢 就是在秋天呢 有这么一个原则 叫做少心增酸 也就是说对于辛辣的那些食物呢 还是要少吃一些 像什么葱 姜 蒜 韭菜 就这些的东西 还是要少一些 可以多吃一些这个酸味的一些东西 像什么苹果啦 葡萄啦 这一类带着酸味的 多一些 这样对于这个保持它的经验 适应秋天收的这个季节 还是有很大的帮助来 凡事皆有度 过犹不及 秋天的这个收 如果太过了 也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 首当其冲的便是我们的肺 因此在秋季 我们需要着重养护肺部 那么除了肺 人体还有哪些部位 需要我们在秋天重点保护呢 请继续收看 干燥的秘密 我们说除了这种什么呀 这种肺收太过 我们还知道这个肺 还跟谁有密切关系啊 跟我们的心有密切关系 我们说肺跟心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称破什么呀 肺为相府之官 智节出燕 真是肺的名 说到这样子呢 我为什么要谈这么一问题 也是 有一年秋天 门诊上遇到一个老太太 这个老太太 她有一个表述 说什么呢 说的 我呀 经常是凶的 什么时候特别明显 或加重 说天气一凉 一入秋以后啊 这个胸温就比较厉害了 而且那感觉就什么呢 就好像有一块大石头 压在这个胸口似的 让人憋闷 闯过气来 而且经常喜欢这种 这种长叹息 她到医院查查呢 医院就说了 医院说您是一个什么呀 心肌缺血 是一个冠心病 那么为什么一到入秋 就产生这种情况呢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黄历内经》这个原文 叫做 废是相府之官 至皆处业 相府呢 相是什么 宰相吗 辅佐谁呀 辅佐新君 新呢 主什么呀 新主血呀 所以我们身上的这些脉呀什么呢 跟谁有密切关系呀 跟心有密切关系 也就是脉当中流的这些血 是心脏打出来的 但是这个心脏打出这个血 怎么能够在全身 顺利的这些流动呢 跟谁有密切关系 跟肺有密切关系 所以说是肺辅佐着心 主我们的血脉 使我们气血怎么样呢 在全身有规律的这么一种运行 所以称作 智节处业 这个智节 就是指我们身体当中的 气血的流行 非常有规律 这个规律由谁所主 由肺来所主 所以黄帝内经有这儿的语言 叫做肺潮百脉 潮就是潮汇的意思 也就是身体上的百脉当中的气血 都到达谁呀 都到达肺 由肺进行 再腹部 再分配 所以你看看啊 说我们临床上 说我们脉 一摸脉 摸到什么脉啊 摸到寸口脉 这个寸口脉 实际上是哪条经脉上的东西啊 是手太阴肺经上的 这样的地方 通过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诊查到肺的情况 诊查到肺的情况了 也就是可以诊查到 气血在全身腹部的情况了 所以我们讲 不管是肺收不足 还是肺收太过 换句话说 不管是肺的虚症 还是肺的实症 影响了气血分布 影响了相府之官 他不能够很好的辅佐新军了 新军也就会产生一些病病 新我们都知道在哪啊 都是在我们的左胸这 所以当他气血不服的时候 也就会出现一些胸闷 胸憋 有的还有点疼 有的这个疼啊 或闷啊 不舒服啊 不仅仅是前胸 而且呢 还分布到后背 肩胛等等 这样的地方 可以导致一些 有闷啊 有疼啊 这样的症状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说 我们要深究谁啊 深究肺 我们说 那么对于这种 胸口满闷 有人说 能不能有点什么简单的方法 我们可以预防一下 我在这里跟大家说 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也就是说 揉按揉按 我们的内观穴 内观穴在哪呢 内观穴就在我们的万恒纹 万恒纹 上边两寸 揉按揉按它 有人说 怎么揉按 你可以用大拇指啊 逆时针 怎么样 揉按六十四 哎 顺时针再揉按什么呀 六十四 一天揉个两次到三次 古人认为呀 这个穴位 对于缓解我们胸邪之病 改善我们心肌共血 都是很有帮助的 当然了 说以什么为度 不仅是要六十次呀 你最好是有点什么感觉了呢 揉按着有点酸麻 有点这样的感觉 效果就会明显一些 当然我还是这句话啊 说是真是有心脏病的 心里憋闷不舒的 及早去医院去进行诊断治疗 那么刚才呢 我谈到的这么一个话题 就是秋天有造像 正是因为有那些干燥的现象 所以古人把秋天的主气 就称之为造 那么秋天的主气 怎么就导致干燥了呢 它的原因就是收 由于收出现了一些干燥 那么那个收都收些什么东西 我刚才所讲的是废弃之收 除了废弃之收 还有什么需要收的吗 像我们的阳气呀 像我们的经验呀 像我们的精神 是不是在秋天也要收呢 我们下一集再讲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